那么这个事件 任何具有正常判断力的人都可以看出 她从一开始 家方在这个问题上就犯了严重的错误 因为孟晚舟的事件 显然不是一起普通的司法的案件 加美呢 任意的滥用 他们之间的双边引渡条约 对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 构成了严重的侵犯 我们敦促家方呢 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 切实保障她的正当合法的权利 我们也强烈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 撤销对孟晚舟女士的逮捕令 不向家方提出正式的引渡要求